老师姐 是不是把你忘记放了 灯灯都放了 为什么没有把你放呢 啊 为什么不放你呢 走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唐 现在过去河边 看一下泡扫他们捞螺丝 刚刚过来的 早上还有个粉丝 就是之前来我们这里吃饭 那个那个女粉丝嘛 带个一对小猫胎的那个 过来玩 白玉米 因为周末嘛 带小孩子来田园里面感受一下 这种农村的一些气息 不知道有没有长水 长水的话是捞不了的 上次我过来的时候 人家刚好在那里捞 我就没有捞了 看他们有没有捞得 没有吗 没有螺丝 没有吗 铺了个空 没有螺 长水了 因为昨天下雨嘛 水长上来了 不能捞 很危险的 所以呢 都回来了 带了几个小孩子一起 这种涨水的危险的东西 就 不让小孩子过去 所以就没有捞得 那你们 不是说去 摆摆卖猫果的吗 不知道 应该 现在不知道 有 我们那边 有些单位叫我们回去卖家乡特产的 现在还不知道呢 你为什么现在不知道 不知道小九 什么意见嘛 他 不懂他要去哪里 我也不懂啊 你们俩干嘛 没干嘛 撒花枪了 唱戏了 没有 哪里有 我跟你说 两个人在一起 好好有什么好商量就得了 嗯 不要等于在那里吵来吵去吵来吵去 我怎么一吵 这样很容易影响感情的 两个人 开开心心就好 千多千少无所谓 对 像我给你表的那种 平平淡淡才是真 懂了没有 今天你就退一下来一次 不是说 特意下来 就是有个朋友不是说想吃那个水果玉米的吗 然后他又没有表妹的微信 还是他两个没加 然后我就带他过来了 就是来看玉米的政变来 来说到说到是不是 不是说到说到我的意思就是我感情的事情 我们就是说到说到也没有用 要看你们两个了是吧 两个人有什么受伤娘娘的啊 不是你们 你说如果我说了 你也不也不听 那我有什么有什么办法的对吧 对对 嗯 那准备什么热情 我还没问他呢 我问一下他呗 不敢问他 这么这么害怕了 是 没有害怕 这是东东 等了我们准备回去了 可以啊 要不要带点地面回去吃 我朋友拿就可以了嘛 带几个就可以了 我就不用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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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